財富女神王又欣回歸單身後 建議展開一個人的旅行到土耳其遊玩了10天 她表示一個人的旅程其實不覺得孤單 反而是好好跟自己相處的機會 而且經常有人看見她一個人提著行李 都會熱情的上前幫忙 笑稱這是單身女子的福利 不過王又欣也透露在當地餐廳吃飯時 期間去了洗手間不料洗手間的門 竟然卡住打不開讓她驚慌不已 用盡全力大喊救命 正好餐廳老闆聽見她的求救聲 才讓她脫離危險 此外王又欣這一趟旅程 除了看了許多文物 去了很多地方 還搭了一直想搭熱氣球 在高空見到壯觀的美景 讓她十分感動 她還考察了當地政府 針對流浪動物的照顧措施 旅遊期間也不忘認真工作 真的是很驚艷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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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水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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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r 我們